去年台中市的市場裡頭 民眾大排長榮這景象 為的就是物條券 而今年再度發放 在超過100個地方都能領得到 因為不只民眾 商圈也很期待 那一般的消費者 都非常的喜歡 都響應這個活動 往整個錢變大 禮拜見我市場買東西 來進入傳統市場 幫助傳統市場 市場真的非常的大 庶民經濟是真的 它不是只有帶動三四成的經濟 在使用期限 它可以重複再使用 只要在使用期限 還沒兌換成現金之前 攤店家拿到它 還是會拿去消費 為了今年度的第一波活動 台湘市場盧秀燕 還特地抽空協助宣傳 樹普表示 去年發放了三波物條券 經過統計回收率破9.9 他拿100塊錢換200塊錢 他感覺錢變大了 錢變多了 沒有貶值沒有測水 另外所有商圈 夜市或是市場 或是各相關的行業 這種微型經濟的 這些攤商店家等等 也非常的高興 他們說他們的生意翻倍 物條券活動進入到第二屆 增加買氣 創造台東經濟 養民眾品嘗到台中 在地美食